美国的武汉肺炎疫情 现在来到了恐怖的里程碑 确诊人数超过了8万5千人 一天之内超越的意大利跟中国 也成了全球确诊最多的国家 总统川普强调说 这是因为美国筛减效率高 同时也再度大酸中国的数据 根本完全不可信 不过全美各地 现在充斥着绝望的氛围 尤其是重灾区纽约州 公卫体系已经被逼到了极限 出现了过去在中国 看到的垃圾袋防疫医 而这个医学系的学生 也被迫提前上阵 同时有美国研究 预测了全美的死亡人数 在7月将累计来到8万人 美国经济大受冲击 上周初次请领失业金的人数 将近有330万 史上最高 这个全球第一的头衔 美国人真的不想要 美国现在有最多的 新冠病毒的疫情 比佳伊丽 现在还比中国 短短一天连超意大利和美国 攻上全球武汉肺炎确诊榜首 美国媒体The Verge 抢先形容 现在要称美国病毒 但老爱叫中国病毒的川普 有话要说 还是要酸中国 强调美国筛检效率好棒棒 但在病患满到大马路的各地医院 恐慌指数堪称末日级 过去欧美媒体骂翻中国的塑胶带客难防护衣 逐渐成为美国日常 重灾区纽约州 单日新增一百多死 医学生被迫提前上证 华盛顿州大学最新研究更预测 全美死亡人数7月时将达到8万 4月疫情高峰日增2300死 6月后疫情才会消散 疫情发烧迎来猛暴性的失业数据 虽然2.2兆美元纾困案的强新增 让美股道琼暴涨1300多点 三天大涨21%重回牛市 但疫情瞬息万变 美国经济和股民的心脏 到底能够承受多少打击 张立德编译 美国现在变成了全球疫情最严重的国家 就连美军也无法倖免 正在太平洋执勤的美军航母罗斯福号 也传出有20多人染疫 美国军方高层赶紧补破网 下令舰上5000名的官兵要全员检测 并且进行有效的隔离 避免疫情再扩大 而美国五角大厦 有一名任职陆战队总部 作战办公室的军官 检疫出了阳性反应 已经依照了程序开始居家隔离 另外美军染病数已经有227人了 美国国防部长宣布了 未来60天 全球驻外美军都将暂停 一切的旅行跟行动计划 美国航空母舰罗斯福号25号 就有三名士兵确诊武汉肺炎 成为美国军舰在海上的首例 没想到才两天 病例数再翻倍 增加到20多人 美国海军作战部表示 这艘航母两周前在越南县港停泊 士兵可能在当地感染 目前航母接近菲律宾海域 由于舰上生活空间涌击 海军高层下令罗斯福号舰上5000名官兵 通通接受筛检 并且分舱隔离控制疫情 全球最大的办公大楼之一 五角大厦也沦陷 除了日前有37例确诊 包括18名军方人员 24号又有一名在国防部任职的陆战队军官确诊 成为派驻五角大厦第一名军人病例 国防部官员透露 这名军官任职陆战队作战办公室 15号就开始自主隔离 近日才出现症状并且确诊 军方已经把他的工作空间全面消毒 并且展开接触史调查 美国国防部长艾斯培更下令 除非任务需要 全球的美军即日起停止一切旅行和行动计划60天 以免疫情失控 杨正平编译 另外在俄罗斯的武汉肺炎疫情也急剧升温 确诊病例已经超过了800起 有两人死亡 总统普廷宣布了28号开始 全国放9天的有薪假来防止疫情蔓延 同时也稳定国内的经济 而一向给人硬汉形象的普廷 这两天在视察医院的时候 全身包紧紧地穿了防护衣 被网友亏说他活像个天线包包 武汉肺炎疫情来势汹汹 连硬看普廷也不敢铁齿 他前往莫斯科郊区 一所专门收治武汉肺炎确诊病患的医院 一进入医院立刻换上护目镜 跟全套线黄色的防护衣 然后才全副武装进入院区视察 照片曝光后 意外在俄罗斯各大社交平台 被网友疯狂批图 有人在黄色的防护衣头顶加了一根天线 把普廷变成了天线宝宝中的拉拉 也有人把他比作可爱的黄色小鸭 为了防止疫情蔓延 普丁宣布俄罗斯从3月28号到4月5号 除了药房 银行 超市 跟交通等攸关民生经济的设施继续营运 其他公司还好都放9天的有薪假 普丁26号还跟G20的领导人 举行视讯会议 呼吁各国团结一致对抗病毒 虽然俄罗斯的病例相较欧洲各国少 但真正的确诊人数恐怕比官方数字还高出许多 因此俄罗斯当局宣布27号开始 禁止所有的定期航班跟包机进出 以防止疫情全面失控 陈于你别人也 全球都在加强防疫措施 尤其是对咳嗽很敏感 但是有些人竟然故意对别人的商品咳嗽或吐口水 造成了民众恐慌 还让店家损失惨重 现在英美都要祭出言行禁运法来取缔 英国祭出了监禁两年的罚则 而新加坡更加码 规定人民必须要相距超过一公尺 违法恐怕会面临21万台币的罚款 跟最高6个月的有期徒刑 现在大家对咳嗽敏感 还对着他人咳真是要不得 而美国这名女子对着超市的蔬果肉品 疯狂咳嗽吐口水 结果害得超市得丢掉这些被污染的商品 还要消毒货架 损失超过100万台币 现在他被捕了 疫情吃紧 英国也不能纵容随便咳嗽的人 英国检察官警告 故意对警察 急救人员跟店员咳嗽是犯罪行为 可以依袭击罪名 背叛监禁两年 向来严刑峻罚的新加坡更是加码 民众相距少于一公尺 会面临21万台币的罚款 跟最高6个月的有期徒刑 现在新加坡的餐厅商店 到处可以看到画上标志 清楚告诉民众 应该要保持这样的距离才安全 另外不乖乖居家隔离 南韩政府也要罚 居家隔离者如果乱跑 外国人会被驱逐出境 韩国人则无法领取隔离津贴 警察也会到场抓人 为者还会面临一年有期徒刑 或罚款台币24万 林疫情编译 伊朗的武汉肺炎疫情 名列全球第六 一共有近3万人确诊 2200多人死亡 疫情之初呢 伊朗遭到质疑讯息是不公开透明 疑似要刻意隐瞒疫情 不过伊朗的卫生部副部长 日前接受专访 强调一开始他们根本没有检测试剂 怎么可能隐瞒 同时也大大感谢中国大陆 捐赠了口罩跟防复衣等等的医疗物资 伊朗也仿效大陆 在48小时内打造了方舱医院 来收治大量的确诊病患 伊朗也学中国大陆火速打造方舱医院 革命卫队48小时就搞定 2000个床位一字排开 相当壮观 伊朗疫情严重 遭外界质疑隐匿疫情 但最近卫生部副部长 亲上火线受访 他说当初根本没能力筛检 哪来的隐瞒之说 副部长宣称收到联合国捐赠的检测剂后 2月19号筛检出首例确诊 两小时内马上通报 还强调伊朗是经济制裁的受害者 伊朗拒绝向美国求助 却接受中国大陆赠送口罩 防护服跟检测试剂 他们声称已筛检全国四分之一人口 估计两周内疫情会出现减缓 不过伊朗民众危机意识低落 不带口罩四处跑 政府寄出的防疫措施也不在乎 防疫是否能落实 也是未定之天 有人好比 英国武汉肺炎疫情延烧 在礼拜四首次出现了一天之内 因为武汉肺炎死亡人数破百 目前累计有11658起确诊病例 578人死亡 英国的医疗体系也面临了 非常巨大的压力 而为了帮辛苦的医护人员 加油打气 首都伦敦很多的观光景点 在周四晚间点灯 英国首相强僧 王室成员跟演艺圈的巨星 也纷纷上传了自己为医护人员 鼓掌的影片 不过在这种防疫的非常时期 也出现了千奇百怪的现象 有民众因为怕被感染 出门时竟然把自己 包在一个太空球里面 看起来实在非常夸张 上街买菜 怕得武汉肺炎 这位英国妇女突发奇想 干脆整个人 躲进透明的太空球 一路滚进超市购物 夸张的防疫手段 看得民众目瞪口呆 武汉肺炎疫情延烧 民众的生活全乱了套 想外出打牙剂 却没有一间餐厅林业 女童崩溃大哭 天真反应 哭出众多网友心声 我们爱南道 和KFC 中国人也关闭了 中国人也关闭了 阿公查尔斯王除确诊 乔治路易两位小王子 跟夏绿蒂公主 也赶快出来做公益 为辛苦的医护人员鼓整 另外还有007电影的 丹尼尔·克雷格夫妇 和英国足球金童贝克和一家人 也在社群网站分享 为医护人员加油打气 还有英国首相强森 也在关底门口 加入鼓掌行列 伦敦演和伦敦塔桥等 观光顺地也都点灯 向第一线医护人员致谢 英国全国上下一心 期盼渡过难关 谢荣幸变异